恐判无期徒刑!受害者竟藏有36分钟的VD额,确认发生性行为有利证据让高云祥没的翻身。 大陆艺人高云祥三月远赴澳洲拍戏,却被爆出极度严重的丑闻,据悉他与制片人王金一同在犯电性亲立一名女性工作人员6月11月6800万的保释金成功交报。 今30日他在三名男子陪同下现身发愿,出席第七次开庭。一开始丽婷老公的董玄次次没有陪同在身边。 刚过36岁生日的高云祥,他身穿黑色高领毛衣及黑色大衣,圆润脸但有比上次出庭时在销售一些。 高云祥在另外三位男子陪伴下一脸严肃走进发愿,图中有女记者问道会有新证据出现吗?此时高云祥竟微微地嘴角上扬,露出名样的笑容却依然保持静默不语,次次庭审仅花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下次开庭日期未9月28日。 上一次的庭审节目当中高云祥实力律师团提交了原告与王晶搂抱的影片,让高云祥占上风,视频中的原告张希妖妹的勾引高云祥王晶主动贴身,被质疑正次反复于最初被强迫的说法不同,不料今次女方竟藏有36分钟的关键影片, 她提交的新证据将扭转整个局面。 网民爆料张希提供的还是浴室经验照,这下剧情彻底反转,还说我只要你坐牢,看来这段浴室照片对高云祥相当的不利。 据悉高云祥方这次没有提供任何心事证,只是接受法官审问,从澳洲华人宣传来的最新消息,原告女子手上握有36分钟的关键影片,将有可能成为高云祥的致命一击。 先前房内枕头上残留的精力也被验出含有高云祥的DNA,若性亲属时高云祥最终将会面临无期徒刑。 据知情人表示,这段视频将或将对高云祥形成致命一击,而且是不排除是关于酒店内真实情况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计划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